大家好 歡迎收看 Snaps 我是 KC 今天來到海港城的位置 邀請了一個朋友 就是 KK Hello 大家好 因為 KK 原來有些移軸鏡 跟大家介紹一下 移軸鏡和普通鏡頭有甚麼分別 以及用移軸鏡可以拍到甚麼效果 正式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這個頻道 和讚好這條影片 我最近也開設了一個網店 在這裏 大家記得按進去看看 有沒有你所需要的攝影器才買 我們用移軸鏡 其實它本身移軸鏡有兩組 後面那組是可以Shift 首先我鬆開一個按鈕 鬆開一個按鈕之後 就可以攝影器 我拿一個圖片給大家看 其實接近有1cm 不要以為1cm很少 當你在數碼檔案裡面 1cm 時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旁邊這個位置 對 我可以攝影器給大家看 攝影器 差不多有1cm的不差 對 大家可以看到分別 但是大家用的時候 記得不要Shift 到那麼準 因為會暗角 暗一點 我們再調到前面那組 前面那組 也一樣 有個鎖按鈕 然後我們可以轉向左邊 就是挑了 這個幅度 就沒有剛才那組那麼多 然後我們挑右 就好了 對 也是一樣 挑的太盡 就用來的暗角 比較明顯 我們可以先把它還原 其實除了上下之外 左右也可以 首先我們可以把鏡子 這裡還有一個按鈕 我們可以看一看 對 這邊還有一個按鈕 大家可以按住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把它攝影器 其實左右也可以 就是一樣 你這樣轉向這邊也可以 轉向這邊也可以 這樣視乎自己個人扭的喜好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扭 扭這邊 一樣 前面那組 是鬆開按鈕 然後你也可以挑下 大家記住 挑下完之後 或者挑到合式的位置 記得鎖回它 鎖回它 鎖回它之後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移動 然後我們可以挑到最上面的位置 這個就是可以用來做一個挑的效果 然後我們先把它還原 我們剛才介紹過後面的按鈕 就是Shift 按鈕 Shift 按鈕 我們就是一樣 你看到它可以扭它的右邊 對 亦都一樣可以扭它的左邊 然後我們就這樣扭回它 通常我自己習慣 拍完每一張 我都會還原原位 我才再扭它的鏡 其實大家還有要知道少少少 而軸鏡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用45度 45度斜 你亦都可以做回我剛才說的 Till Shift 的效果 一樣的 可以這樣斜落 又或者 將它斜上 這個是做些什麼的呢 有時候拍照調了水平位 你可能又不想Till Up 你不想Till Down 你只是想 移到45度角一點 就可以把鏡子扭斜地去使用 有些攝影師 他更厲害 他喜歡拍四張 因為他可能不喜歡用17Y的二軸鏡 就是喜歡用24Y 因為17Y 大家都知道 變形效果比較厲害 他就用24Y 用24Y的二軸鏡 他可能會拍四張 即是上下左右拍四張 拍四張之後 就在Florosol後製 就變成一張 比較闊 和像素比較大的相片 我們用二軸鏡的第一個功能 就是Shift Shift 用來做什麼呢 是用來拍風景 拍樓的時候 樓會垂直 便會變形 我們平時拍風景相 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會挑上部機 但你看到建築物是怎樣 建築物便會變形 即是全部是斜了 我們用二軸鏡的好處是怎樣 首先我們要設定水平 現在我們設定完環和直的水平之後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很多時候 就是天空比較少 而海也比較多 我們現在用二軸鏡 就可以首先鬆開右邊的Lock 然後我們可以調高 或者調低 通常我喜歡這樣 我自己比較喜歡水平 偏向下 就類似這個效果 當然大家要視乎 喜歡天空和海的比例 如果前面有很多帆船 在比賽 或者前面有些其他東西 你想交代前面的 不妨可以多一點 海也不要緊 如果我們設定好環和直的水平 其實我們可以直上和下 可以做到預期的效果 可以做到預期的效果 我先設定我剛才比較喜歡的 天空和地的比例 就是這個效果 大家看看現在的水平位 我比較喜歡這個位 以及大家看看對面的建築物 其實它是水平垂直 就是完全沒有變形 就完全不需要去後製 去做效果 如果沒有移軸鏡 又可以怎樣做呢 我就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後製去模擬移移軸鏡的效果 畫面上見到就是 我沒有用移軸鏡的效果 同樣都是24mm 因為我有少少向上跳 所以大家會見到 這個鐘樓和右邊的樹 全部都是斜了 如果我們跟KK 剛才所說的 用移軸鏡去拍出來 大家會見到 樓這裏 中樓這裏 那些樹 全部都是直 好了 回到我們剛才 沒有用移軸鏡的效果 我們怎樣做呢 在Lightroom 裏面 我們去最右手邊 Transform 的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在Transform 裏面的Vertical 這個 而去調整垂直的角度 調整完之後 大家會見到 下面很多白色的位置 我們只要拿回這個Constraint Clock 它就會自己幫我們 Clock 適合那個位置 現在好像太多 我回頭一點 好 大概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調整完出來的效果 跟剛才我們用移軸鏡相比 其實那個效果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我們用後制調整出來的效果 其實我們是Crop 了很多的位置 用移軸鏡 用真正移軸鏡拍出來 24mm是多拍很多位置 所以這個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就要留意了 如果你是打算用後制去模擬移 這個移軸鏡的效果 就要用移軸鏡 如果不是Crop 了之後 就很多位置都已經被Crop 了 還有那個像素也都會相對小了 這一點就一定要留意 好 移軸鏡的功能 第二個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可以拍到一些模型的效果 不如KK 你來講解一下 我們怎樣可以用移軸鏡 拍到一些模型的效果 我們拍攝模型的效果 首先我們要找一個高位 因為高位拍下去 要有前中後徑 效果會特別好 首先我們先設定很高的腳架 我們拍攝了這個位置 首先我們要設定好機器的水平 調整完之後 然後我們將挑的按鈕 向下扭到最盡為止 大家要記住 它做模型效果 它的景深很短 它只有一盒位的鎮定 你自己決定是焦點哪個位置 通常玩這些效果 我自己會嘗試幾張 我現在首先會焦點馬頭 中間那個 即是近中樓那邊的天星碼頭 我焦點到這個位置 我們先拍一張 我們剛剛拍完中間的天星碼頭 現在剛剛有船到 我試試把焦點變成前面的碼頭 我拍幾個不同的效果給大家看看 接著我再拍一個會展 把焦點放在會展上 好 第三個用移軸鏡可以做到的效果 就是可以拍到一個比較漂亮的全景相片 首先當然要先設定好水平 我現在就設定了這個水平 然後我們就好像平時用全景相片拍攝 但是這次我們不是用這個波頭去旋轉 我們就是用鏡的Shift這個功能去平移左右 首先我要把Shift調到左右 然後我就把Shift移到最左手邊 接著拍一張相片 之後就好像平時我們拍全景相片 接著我們就Shift到右邊多一點 再拍一張 然後我們就Shift到最右手邊再拍一張 記得我們拍的這三張相片 都要是一樣的設定 如果不是我們後期 搭配出來的全景相片 光暗會有一點偏差 我們拍完這三張相片之後 就可以用Lightroom或者用Photoshop 甚至是其他的全景軟件 將這三張相片配合成為一張全景的相片 拍攝全景相片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就是我們的畫面可以闊一點 可能你會問 我們用YD的鏡頭拍就行 但不是的 因為全景相片是靠不同的位置 突合出來 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張超大像素的相片 剛才看完以上的影片之後 大家覺得怎樣呢 其實二軸鏡就不止這麼少的功能 大家可以慢慢發掘 再留言告訴我們 對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話 記得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遲些我應該會和KK 有更多的合作 就是拍攝影樓的特輯 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有沒有興趣 今天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別忘了 放在五趟 五趟 對 那 感谢观看